5月2日星期二的岳余谈 大家最近如果有留心国际新闻 都知道很多西方国家 他们的政府机关公务员团体 都明文禁止 不勾准他们的旗下员工公务员 继续在他们的公用手机里面 有下载TikTok抖音 或者在海外叫做什么 字节跳动的一个手机应用程式 无他的 最要关心的是 这个中共的监控大国 就会透过TikTok 将手机者 他们的拥有者 他们的日常数据database 大数据 运回中共 给他们做一些分析 或者掌握一些user 他们的平时行为 里面的一些机密 或者一些信息 扑你这个街上 就自己放老鼠进这个米缸 没有理由这么笨拆的 甚至没有 这个TikTok 会不会作出一些 资讯里面的监控 资讯里面的一些删除 打压 或者发放一些假的一些新闻 影响了接收者的一些 接收一些真实资讯 蒙虎了他们的视线 当然 在美国 TikTok的CEO 那个新加坡仔 都跑了去美国的议会的听证会里面 历陈 没有这样的事 不要闹屈 不要生安白做 总之 死口都不认 但是中共的东西 你信他一成 当然 宾州就立刻失灵 真的不要够人信他 而这个新加坡仔 就给那时候 那些不同的议员 参议员 问候他 喂 大哥 你这样的样子 你究竟回答我 TikTok会不会 给六四 天安门 Tenemun Massacre里面的资讯 在这个 应用程式里面 找得到呢 这样的样子 这条的秩序 竟然还说 一定是没有那些问题 而接着参议员就提醒他 如果在听证会里面 讲大话 是要接受 这个刑事的检控 你会坐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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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头都出现 大豆那么大粒的 这些汗 那 究竟 这些西方国家 有没有怒恶 这个中国呢 或者恶恶 这个中共旗下的 这个 online的 这个application呢 那大家 就 没人拗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看事实 你怎么拗 都没有够用的 多西方国家都不够 给你玩tiktok的 这个时间 你旁边 你这个 有疑无上限 铁打的 这些歌 是吧 俄罗斯 都要不准 你们玩tiktok 是吧 就是他国家里面 都要这样 那你就知道 事实胜于雄辩 普京大帝都 拍了 不准用的 这个时候 那你中共 是吧 人家的一个行为 就已经 升过你 几千万言的 这个 解话 或者是 这个 explanation 当然 于是这个游刑 但是 活续续续 随着西方 和中国的 这个 意识形态的 一个差别 是吧 大家都要将中国定为 他们潜在的 这些头号的 这些敌人 这个方向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真的 这种的 online的 这些media platform 社交网络 分分钟 就是慎防你 是吧 第一 将国民的这些 data 传送给你中国 作为将来之用 又怕你 借助这些社交平台 发布这些搞消息 干预 就是国民在这个选举 这个工程里面的 这些结果 不用说这么多 只是说我现在身处的 这个加拿大 在温哥华里面 有一个国会议员 也都上过 我们MIHKTV的节目 赵錦鸣 Kenny超 就已经在上届的联邦大选里面 给一些好多的 吊你老兵 一些香港是好 大陆的蓝丝 建制的 一些赤绿 因为他们下载了一个 WeChat的 这个吊你老兵 的微信 的一个手机程式 扑你个街 在选举过程里面 就不停收拾了 这些不吊同的 一些吊你老兵 的fake news 又说他吊你老兵 是卖国策 又说他如果通过了 这个代理人法案之后 就全家整个华人市区 都不用 只要做生意 你选他就只是吊你老兵 含了橡皮糖 哇 却终于弄到他 输了他在国会里面的 这个议席 那你说 这些中国研发的 这些社交网络媒体 这些社交平台 是不是分分钟 都会影响到 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里面 奉行一个民主选举制度 而玩一个游戏 原来你就吊你老兵 是散播这些讯息出来 影响到这个选情 或者是指点江山 煽动 或者是吊你老兵 呼吁 指使 不同的一些 在海外里面的一些 居住的华人 利用他们手上的一票 而选出一个 有利于中共的 吊你老兵 的这个议员 这样 那就是说 不想责使 所以 除了这个TikTok 现在被人玩残之外 陆陆续续 很多的西方国家 开始密谋 究竟还有哪一个社交媒体平台 会对他们的国家 带来一个严重的影响 那不用问阿贵 一定是你这个 WeChat 你这个微信 所以 计这个TikTok之后 这个澳洲的 这个政府 就立刻 就会研究着 究竟是否 要将你这个WeChat 就是 搜地出门 起码 at least 政府部门 屌尼老兵 就不想准 再用你这个WeChat 他们的公务员 的手机 或者是一个 Laptop 都要不想准 再有一个WeChat 这个App 存在在他们的工作 的工具里面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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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股 这股 糯米 WeChat 闻到这股 糯米 一早就 指使着他们的 这个PR公司 这个Adelman Adelman Australia 就在游说着他们的国会 不如不要这么做 没有这样的事 我们是很安全 和平 这个扶折的小白兔 主要是一个社交的 这个 沟通的 这个媒体 你阻止了我 禁止了我 不让我使用这个WeChat 对腾讯 会带来很大的利益 经济上的这些 打击 很难 游说着澳洲政府 但是澳洲政府 就是说真的 国家安全 当然是最大的 其他东西 想不想多 干什么呢 海外的华人 或者亲共的 或者香港里面那些 吊你了 你了 你了 吃米 不知 订责的 那些 的 你可能就说 搞错 普通沟通 媒体工具 人家过来 正正经经经做生意 你干什么 搞不定 当香港每一天 都说国家安全 很重要 国家安全 不要忽略 什么事 都要关乎国家安全 你了 你了 早上 起床 就国家安全 晚上太阳下西山 又是国家安全 睡觉前 你了 说句good night 也要说句国家安全 你了 你了 既然你觉得国家安全 这么重要 对吧 人家觉得他们自己的国家安全 受到这个威胁 把你那些所谓的TikTok VChat 扫勾在门内 是很混合 情合理 非常值得理解 和体谅 更加是 绝对要支持他们 你了 奉行国家安全 当然是要将一些危害 或者怀疑对国家 你了 带来沉重影响的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 铲铛它 老母系 而后快 你还说是不是 既然你都 你了 懂得这么说 别人用这个概念 去奉行的时候 你们应该赞成 不认为应该反对 是不认为这样 所以现在澳洲里面 已经有14个政府的Department 宣布在研究 在网络上 设备上 又或者是 怎样可以阻止 禁止 和不批准 他们的公务员 使用这些 VChat的App 包括什么 包括内政部 总理都不可以用 内阁 财政部 金融部 外交 贸易 国防 基础建设 交通 区域发展 传媒 艺术 雇佣 和 Public Relations 健康 教育 社会服务 农业 与林木 鱼业 都不认为 而工业科学资源部 在工作上 除了手机之外 在他们的 在他们的 电脑 电脑 都要蒙蔽了 在这个 VChat 这个APP 甚至没有 一切用来 将他们 升级 升级 这些 移动的 这些 远体 完全都不准准下去 换个人说 就算是 要升级 都没有订 所以 将来 得物就无论所用 他们正正在研究 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法案 禁止用这个 VChat 原因 当然很简单 你VChat 这一样的东西 你觉得 中共会不会监控 每一位使用者 里面所用的 这些 Message 散播 这些信息 在中国里面 都知得到 有些关键字 敏感词 你出了这些帖 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被消失 被消失之余 顺便 你的账号 都不见了 很多水骨 很多网上的监控员 就是在这里 天天就在这里 没有什么事做 就是看你们的VChat 究竟泛播什么 究竟 出什么 的Message 虽然大家都说 不要用VChat 老我 手机里面 都有VChat 我不能压救你 但我每天做什么 我每天 就是 不会用来沟通 也不会用来 发放 什么新闻 主要就是 日日将这些 圣经金句 马太福音 尼撒真言 全部都在上周 我希望 上周 这些 尼撒道理 主的 这些分事 你们潜言 看多些 你都全心向主 一心 归依 早日 加入一个基督的大家庭 做基督的 这个占兵 脱离 这个共产党 我就是说拜登都明 你要监控我吗 最后来看我的圣言 看我的金句 看看耶稣的真理 希望你们早点 弃暗投明 做一个正常的天主教徒 我都不是说了 多忍毒啊 你监控我吗 叫你别我 翻洗脑你 叫你露兵 但是澳洲的 这个总理 前总理 马太福音 其实自己都深受 这个VChat的所害 因为正如所说 不知道他会不会 将他那些 叫你露兵的资讯 扔回中国之余 但是肯定 他叫你露兵 做这个监控 还用一些 很野蛮的手段 将这个 马太福音 这个莫里森 他自己原本的 这个微信号 粗暴地 扔回中国之余 将他变了 另外一个 扔回中国之余 一个奇怪的 这些账号 就是澳中生活网 就是变了一个 澳中的生活网 让你一起 没想到以前的资讯之余 还贴了扔回中国之余 很多不论同的连结 直播下去 就是连接到 中共的一些社交媒体 一些扔回中国之余 的网络 当然那些网络 当然是唱好 中国的好声音 中国的一个好故事 我想摩里森 今天还在玩这个 微信号 将来上去看看 他自己的账号 就已经变成了 澳洲华人生活网 那你真是否真是 吊你了 全家产 只能一口笑 好了 但是实情 大家都会问 哇 吊你了 其实要禁这个 微信号 不容易的 能不能够的 曾经特朗普在2020年 他任务的时候 他也曾经提议过 要将这个微信号 一定要打压 一定要扫地出门 在美国的社交网络平台 或者手机程式应用里面 不准备有这个微信号 有这个出现 特朗普当然先知先觉 一早收拾了 不论的数据情报 就知道这些微信号 第一 吊你了尾是除了收数据 第二 又监控美国的用户 吊你了尾的 这些沟通 资料 各方面的东西 最吊的就是 分分钟吊你了尾在大选的情况之下 用它来散播这些 fake news 影响了选情 含得像皮糖 所以一定要禁止 美国佬一叮一叮 吊你了尾 腾讯的这个股价 当年立刻 吊你了尾的跌了 整个十个百分钟 这么多 你说都不是 吊你了尾 吊你了尾 还没出发才兴奋 搞一搞你 还没禁止你之前 你也吊你了尾 不死了 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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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吧 腾讯也吊你了尾 害怕得震了 所以澳洲现在有这个举动 他找PR公司去游说 就很明显 他都知道 这样搞了 不想得够 为什么 因为在澳洲里面 可能分分钟有140万的澳洲人 都在用这个 rechat的应用程式 不知道 超哥 或者我们旗下的阿琪 忍仁二号 有没有用这个rechat 就真的不知道了 但是很多在海外里面的华人 其实都是靠这个rechat 作为他们联系 和中国里面的 这些主要的沟通模式 你也知道 其实在这个海外里面 或者在澳洲 加拿大 美国 这些海外华人 可能最多玩的就是Facebook 和YouTube 第三的就是到这个rechat 为什么 因为没有理由 现在你还按钩钩钩 打一场路电话回去给老爸 老母 老西都用这些rechat 保持你和中国境内里面的人的沟通 特别是一些流亡了海外里面的西藏人 rechat可能是唯一他和家乡联系的信息 所以如果要禁这个rechat的情况 在民间里面 很多这些的 留学生 在海外生活 或者是读书 工作 做生意的华人 就即时断钩了手 但是你会问 喂 没有rechat 起码还有line 还有在whatsapp 为什么你不用那些 当然没有问题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本土 用这些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你中国不给用 中国不能收到whatsapp blog了你 中国不能收到line 在外国的西方国家 保安国家安全的立场来看 正是关人交事 四个大字 世界上 那你就打电话 发电报 飞甲传书 再不想自己买张机票 回到whatsapp的老家 你天天对着你的情人 爱人 亲人 在工作上的伙伴 天天溝通到够 也很多这些 在海外做生意的华人 包括加拿大的秩序 都可能很惆怅 如果有一天 西方里面的这些 在五眼联盟也好 欧盟 或者是美国 决定要禁锁你的wechat 他们做生意 就叫你了你了你 什么事 叫你了你公司的微信号 主要就是作为他们 和海外的华人 又或者自己本土 在美洲、欧洲、澳洲 上面的生活的华人 进行一个主要公司沟通 或者是官方发放讯息的渠道